小朋友们平安 先让我们一起唱安静吧 小朋友们平安 诗篇69篇30节说到 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称他伟大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带领我们今天能够一起聚在线上 来进行儿童主日学 主啊求你继续看顾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专心 专心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 主啊求你看顾保守贼下的行程 这样祈求感谢祷告 奉耶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小朋友们欢迎你们再次回到 线上主日学 一起敬拜赞美 这位独一的真神 现在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要唱主日学校歌 主日学校 学校歌赞美 是我爱同的家庭 今儿天父爱无奔妙 生命在梦当心上灵 学习相机在梦当心上灵 我爱同心上灵 我祝你 我爱同心 你舍命是荣耀祝民 祖日学校 祖日学校 是我爱同打不敏 大人奴隶 奴隶奴隶奴隶 天窗隶奴隶 作出禁闭 学习生机 在梦不停 我爱同爱就将为复兴 我祝你 冷与复兴 你舍命是荣耀祖民 请坐 我们现在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唱一首诗歌 小小的梦想 文明ák的词 ,"一层选门大弹 南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 大地是小桥 Cath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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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请小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的奉献钱 可以放在信封里面 等我们可以回到聚会的时候 你们再交给你们的老师 现在我们一起唱奉献的诗歌 今天我带小礼物 今天我带小礼物 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能够让我们今天 能够聚在Zoom一起参加主日学 主啊求你欢喜悦纳我们今天的奉献 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 父耶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现在是圣经课的时间 我们请奉献姐姐帮我们播放圣经课程 小朋友 今天我们要上第十一课 教会药手圣餐 我是美凤老师 我是周老师 今天让我们来学习更多有关教会的事 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二十章 这是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的尾声 从上一刻提到保罗离开安提亚教会之后 他去许多地方宣教 结果许多人相信基督做救主 保罗在许多地方建立了教会 有一天 保罗坐船来到特罗亚的港口 虽然他曾经来过那里 但是他为了帮助那个地方的基督徒 所以再次拜访特罗亚教会 船停了 他去特罗亚教会 小朋友 你可知道这是星期几吗? 让我们来看看圣经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七节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 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 就与他们讲论 只讲到半夜 哦!原来这是一周的第一天 那么一周的第一天 又是星期几呢? 答案是星期日 也称为主日 就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 基督徒就在主日 也就是星期日 这一天聚会 为什么主日要聚会呢? 其实 主日聚会 就像小朋友来上主日学 主日的时候 大人会参加主日崇拜 有的大人也会参加常人主日学 教会在这一天聚集 聆听上帝的话 彼此分享和祷告 依照上帝的教导 互相鼓励 遵行上帝的旨意 等候基督再来 基督徒借着上帝的话和交通而成长 小朋友 什么是交通呢? 交通就是 第一 根据上帝的教导 彼此分享自己在生活中体验上帝的作为 第二 愿意在思想 情感 信心 以及活动等方面互相交流 这样的基督徒 才能成长得越来越像基督 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上这么说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这意思是说 上帝命令我们相信耶稣的人 要常常聚会 借着上帝的话和交通而成长 上帝为了要使我们遵行他的话 所以设立主日聚会 保罗和特罗亚教会在聚会的时候 做些什么呢? 他们聚会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他们正在吃圣餐 因为主耶稣曾经教导门徒要这么做 圣餐是主耶稣所设立的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他和门徒要吃余夜节的 所以大家都留在耶路撒冷 到了晚上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做席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 就掰开 避给门徒 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这句话 他记载在马太福音 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二十六节 这个饼是无教饼 无教饼就表示圣洁 耶稣指着掰开的饼说 这是我的身体 这时候 主耶稣清楚地宣布 他将被残酷地处死 然后 主耶稣又拿起杯来 注谢了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这句话 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这是表明 主耶稣将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身体是为了我们舍的 保血是为我们流 早期的教会聚会时 都会吃圣餐 吃圣餐的目的是 纪念主的死 圣餐又称为主的圣餐 也被称为 掰饼聚会 吃圣餐前 要预备自己 向上帝认罪 感谢主耶稣 所以特罗亚教会聚会的时候掰饼 表示他们吃圣餐 举行圣餐礼各有不同的时间 可是都是为了纪念主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圣经上对于圣餐的记载和教导 我们来读 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 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次今天的金句 今天的金句记载在哥林多前书 11章24节 我读给你们听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 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 这节经文的意思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说到 这是我的身体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边的意思是指 我们每次在圣餐里面 我们每次有吃圣餐饼嘛 圣餐饼是代表着耶稣的身体 然后我们再进入到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也讲到 为你们舍得 然后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呢 主耶稣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 然后就是为了 把我们从这个中拯救出来 然后还有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牺牲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小段 就是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所以主要我们纪念 主要我们纪念他 我们纪念的是 主耶稣为我们受死 他为我们复活 然后他也为我们牺牲 让我们得到拯救 基督徒所圣餐呢 是为了纪念耶稣为我们 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死后第三天 他就复活了 然后呢 他就 他牺牲了自己 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 有罪的罪人 所以我们每一次吃圣餐的时候呢 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成就 伟大的救恩 你们知道什么是圣餐吗 所以圣餐就是我们要洗礼之后 才能够吃的 OK 现在我们一起唱一首 回应的诗歌 《牺牲的爱》 这首诗歌是由我们 教堂的诗班员呈现的 就是成人诗班 然后你们可以注意 这个歌词里面 这个诗歌里面的歌词 你们可以思想诗歌里面 歌词的意思 现在我们一起来唱 《牺牲的爱》 这是一首优美的诗歌 《牺牲的反应》 你为我堪堪 说尽啊 是我的平安 啊 牺牲你啊 世界生死终为数最尽 海的能力是死亡权势 尽我树里能管你真相 海是自家乡 你为我生命 守我面生 是我的一切 所有的罪恶 你为我狠狠 守我心怀 是我的平安 啊 牺牲你啊 世界生死终为数最尽 啊 牺牲你啊 牺牲你啊 世界生死终为数最尽 啊 牺牲你啊 牺牲你啊 世界生死终为数最尽 下 牺牲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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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牺牲你啊 我的心怀 啊 牺牲你啊 牺牲你啊 ��도록adamente fail Literally five thousand four thousand 好了,现在我们一起唱再会诗 请爱你朋友再会 我们下礼拜再来又带小朋友来